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手机有没有装健康存折 没有装就举个手 可以装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装健康存折的话 未来的一年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虚拟健保卡的应用跟服务 还有健康存折相关的应用跟服务 都会在新的一年逐步的上限 所有的医疗体系都会越来越重视健康存折的使用应用 以及在里面未来它的虚拟健保卡不只是使用在 我们现在所谓的远距医疗 偏向医疗 视讯看诊 或者是不方便使用健保卡的这些情境 它将会更加普及 然后带来就是健保的一个新的改变跟革命 这样子 因为我们以前需要这张实体的卡 那未来我们可能不再需要一张实体的卡 什么是健康存折SDK呢 好 这边有介绍SDK可以让你开发第三方的应用程式 然后串联 那个健康存折里面的资料可以下载 那主要还是 主要还是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跟医生讨论的这些病情 这些你跟他聊天 或者是你跟他讲话的这些记录 是属于你自己的 还是属于这个医生的 还是属于这间医院的 那如果你是用健保身份看诊 那资料是属于健保的吗 好 这个可以想一想 那 如果 我今天去看诊 讲都是我自己 自己身体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 按照道理 资料应该属于我啊 那我可不可以拥有这份资料 我可以把它带走吗 我可以转移它吗 我可以再利用吗 好 现在健康存折就是要解决这件事情 未来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健康存折上面 把自己的资料带走 不管你是使用健保身份看诊 或者是自费身份看诊 这地方可以储存你所有跟健康有关的相关资料 好 现在已经有开放这个健康存折SDK 所以你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呃 用很多第三方的APP去串接 拿走你现在在健康存折上面的资料 那 未来 每个人 开发者 也有机会 可以拿到这一笔自己的资料 当然 如果别人授权你 也有机会可以拿到别人的资料 他是怎么样做连接的呢 当然有一些 各自的生命事项需要留意 比如说他会问你是否同意这隐私权相关的条款啊 然后 到底有哪一些资料的明细 比如说 呃 住院啊 中医啊 那个各种检验检查结果啊 这些资料 到底要怎么样串接 怎么样拿去 那个 呃 健康存折上面 会有一些说明这样子 那 呃 如果你想要做这样子的资料的服务 然后跟他串接的话 现 现况是有这几个 呃 基础是必须要达成的 你可能必须是某个公务机关 或者是有成立公司的行号啊 那 那个财团法人 或者是呃 有相关的医事机构 他有这样子的 基本 基本身份的要求 对 但是 训练模型不用 如果 你是有一批 去个字化的资料 然后 你可以训练出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帮助你推论 你未来 一年 两年之内的健康状况 这个本身 是不需要申请的 你只需要有 这一批 去个字化的资料 就做得到 那新的一年 会有一种 新的技术跟应用出现 呃 我们现在的健康存折 就已经有 西医门诊 中医门诊 牙医 影像的检验检查 病理报告 成人预防保健 癌症筛检结果 住院资料 过敏资料 安宁缓和 呃 一些意愿的一些填报 这样子 那简单的几个应用 呃 比方说 呃 你有糖尿病 那 你的糖尿病的APP 不管是哪一间 第三方开发的 它有串接这个 健康存折相关的服务的话 你每次看诊的这些相关记录 会跟你的健康存折上面资料合并之后 再加上那一个第三方厂商开发的APP 它可以帮你做好你的血糖管理 那第二个案例是 呃 如果你是住在偏乡 或是交通不便的地方 那呃 视讯看诊的时候 有时候医生不一定这么了解你 现在的状况 因为他可能不是你平常 经常去接触的那个家庭医生 可能是一个呃 临时远距在帮你看诊的医生 他需要你一些背景资料 才能做比较好的医疗判断 那这时候 如果有健康存折 ok 他可以得到上面的一些资料 做比较好的卫教 或给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跟改善这样子 那再来呃 如果你在一般的公司行号 呃上班 或就业 可能会有职呃 那个职场上面的那个 就是呃 呃 員工的健康檢查 那這些健康檢查 跟公司的資料結合之後 也有模型可以去推論說 那是否要注意特定的一些健康的狀況 因為某些職場的環境 或是勞工的安全環境 他可能會特別容易衍生某一些特定的疾病 比如說舉例 像青光炎啊 或是一些比較會有重金屬污染的工作環境 或是有一些化學的工作環境 可能特別需要注意某一些指標的改變 OK 所以 這邊有一些就是 關於個資還有傳輸 還有記錄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那如果你真的對健康檢查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幾個 如何在創建的過程中要注意的事項 然後 未來 未來其實是就是有三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自主擁有自己的資料 就是關於你自己健康相關的資料 其實是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上 OK 好 第二個是 不同的醫療院所可能會存在 都是屬於你的資料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可能不知道 你有機會可以讓所有的醫療院所 都了解你的健康狀況 你也可以拒絕某一間醫療院所 了解你的特殊隱私的一些醫療狀況 那未來除了公部門之外 那個民間也有機會使用這相關的資料 做一些資料上面串結跟開發引用 好 那如果你是業者的話 可以就是掃這個QR Code 如果是民眾的話 可以掃中間那個QR Code 那如果你還沒有裝健康存折 可以掃最旁邊那個QR Code這樣子 OK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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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